字幕志愿者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就是我们依赖着那个模型的建立 这个模型就是物理的公式 最早去建立这一套模型的那个人 也都是他 写下那个名字去到口顺边 在1960年代就建立了这个模型 就是其实他建立这些这样的运算的模型 除了拿来预报天气呢 甚至乎他可以拿来去描述冷战双方的那个军事竞赛博弈的 可以就是说 运用电脑来去做模擬 这个故事就由1960年代左右就开始了 随着我们的运算能力越来越强 我们看到那个天气预报能力越来越高 其实就算在今年你看看香港天文台的那个天气预报 那个日数又拉长了 我记得以前就是20年前看开七天天气预报 还要是夏天就没那么准 冬天就准些 因为冬天的气候天气系统简单些 后来就由七天加到九天 那现在你看到是加到十几天的 好像去到十五天的天气预报 那其实背后那个理念就没什么变到的 就是我们依赖着我们的物理的公式 然后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同一时间 採集到的数据越来越多 而且就是多得是每一个数据都能够做得越来越精准的话 我们的预报能力就会高些 但是呢 因为那个天气那个流体力学那堆物理公式 是一堆叫非线性公式来的 所以你那个开头的测量和实际有少少的差距的话 这个差距就会累积得很快 那现在为什么就可以做到十五天预报 那不会做更多呢?就是因为他们发觉 去到十五天之后的预报基本上就是混沌的了 完全就没有任何预测性的了 就说什么都不准的了 就宁愿是第二天再转过 由明天才再转十五天后的事 或者在后天再转十五天后的事 来一步步再推下去 那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这种天气预报 就依赖着我们那个测量的覆盖程度和精准程度 就放进去我们现有的流体力学的知识 或者我们那个模型再精准一些 加多一些不同的features 将可能更加多的因素考虑下去 尤其是那些关于水分子那些水气 那些湿度那些因素放进去的时候呢 去给那个天气预报出来 那很简单想的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电脑越来越强 我们的数据花更加多的资源 去采集得越来越精准 那我们可以做到越来越精准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想法来的 但是今年呢 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突破就是说 可不可以用人工智能帮我们做预报呢? 人工智能去那个学习的模式呢 就跟我们刚才讲的那种 你给一条公式去跟你 你给一条公式 给一个输入资料 去跟你偷的输出资料呢 是有些不同的 人工智能的那种学习方法呢 有点像是你给小孩子去认猫认狗 你给多几张猫的照片 给多几张狗的照片 告诉他们听哪个是猫哪个是狗 然后他们就会自己心领神会 去改变自己里面的神经元的参数 最后就能够预报到你新的那张图 是猫哪是狗哪是什么都不是 那可不可以用这种人工智能 深度学习的思路 来帮我去重新将天气预报演绎一次呢? 那似乎呢 2023年呢 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在那裡了 那你可不可以讲具体一点点就是 它是不是说 哦 今次我预测得不准 OK 没问题 我下次呢就会改改 那我可能会改准一点 那改准一点 我就根据这个方法再去提升 如果我也是不准的 我又再想起其他方法 是不是一个这样的trial and error的过程 去达致一个提升 是啊 那当然啦 那最开始的时候 它不是一个好像生生婴儿 什么都不懂的 你是预先给一些过往的数据去学的了 那譬如你可能给了过往的十多年的数据去学习 然后在里面呢 去尝试去认一些pattern 来去估一下一些趋势 那这里很有趣的 你说很多时候那些人说 无论你抽六合彩也好 或者是股市也好 他很喜欢有一句叫做免责条款 就是说过往数据不代表未来表现 这样的嘛 那当然实际上呢 这句说话就 对不错也错不错的 很多时候呢 那个股市里面的数据呢 它跟十多年前的数据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可能跟近期的数据都会 那些关系就会多些 但是基本上呢 那个金融模型都是的 其中我很喜欢的假设就是说 下一步完全是Random的 就跟先前那些东西没有关系 这样的 那最后都出来有个好的模型建立出来的 那先不要提这些金融东西 如果你说说天气东西 其实就更加 更加有真凭实据是认为 它跟先前那些东西有关 就是其实我们下一刻是怎么 是由现在这刻去决定 就是这个天气系统 我们现在的预报方式 其实就是这样的思维 我们现有的数据加上物理公式 你就可以预测到下一刻是怎么 所以下一刻是视乎 现在这刻是怎么 现在这刻是视乎 过去一刻是怎么 所以我们给那些过往的天气数据 来人工智能系统训练 来预测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其实是合理的 而且我们愿意相信 就有如其他人工智能 深度学习一样 就是我们给下去的学习数据 越多 应该未来给出来的预报会越准 所以就好像你说的 今天不准不要紧 我再把今天计算到的数据放进去 再训练一次 然后你再跟我预测明天的东西 明天不准 我再拿明天的数据放进去 给你学习 你就综合以前所学的东西 跟我比后日是怎样 根据我们去训练人工智能的经验 就是我们随着一路慢慢累積 它是一路不断学习的过程 最后就会给到一个 比以往更加准的预报就走了出来 所以在这里 你会看到人工智能深度学习 去预报天气的潜能在哪里 你未必很需要去花额外的资源 来去再增加更加多的观察 或者你要发明更加好的仪器 令到每一个观察站度得更加准更加准 你未必很需要放这么多资源在这里 但是你就将现有的那些测量 现有的数据 它不停地累積摆进去学习那里 去训练这个人工智能的机器 它自自然而帮你给到 越来越精准的预测 如果根据人工智能的理念的话 好 这个解释很清楚了 我们开始明白就是它们 跟以往纯粹增加的那个温算量 是有质上面的分别的 但是现在我们出现2023年的问题 或者这几年的问题就是 天气的变化以上 是特变都很重要的 有很多地方 但是现在我们在香港 以前没有水灾的 突然间变成水灾 澳洲、欧洲、美洲、山火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 这个人工智能能不能帮我们 去预测那个气候反常的问题 按照计就应该都可以了 这个气候变化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你看回香港 今年你觉得正正经经翻一下风 就真的是去到12月中的事 以往你其实11月尾 12月头已经翻齊了风了 今年你是在说 12月13日、14日 你都还可以穿短袖衣 到处走然后你希望涼冷气、喝冬夜 是不是 那个全球暖化的情况 在今年就比较有一个全球的感觉在那裡 现在我们看到那个温度的上升 雨量的那些改变 在今年来说 不是说一个科学的突破 但是都可以说是一个 挺令人忧虑的总结的一个趋势 就是说全球的气候变化 似乎不只是变化 而且是加速地变化 我们看到 而且是那个 那个变化的幅度很大 是 幅度高 幅度很大 这个是最令人担心的 因为这个可能影响到糧食的问题 或者其他的 其中有一个已经影响得到 就是也是在今年那个科学期刊 作为一个年度回顾的一个专题 它就说 一个叫做地球的carbon pump 就是那个碳的崩 什么意思呢 我们地球有个碳循环的 就是说 我们那些地球 不要算人类的活动 人类活动 你就将那些做碳排放 是不是 如果你想做碳吸收 你就种植物 大自然呢 就除了那个森林 那些绿色植物 帮我们可以吸了一些碳 之外呢 另外就是说 那个海洋呢 其实是一个很有效的吸碳 一个自然的系统 来的 那我们甚至认为 就是说 已经确认到 整个地球里面 吸碳最大力的 那个呢 其实就是海洋 然后呢 才到地球上面 那些绿色的植片 那如果呢 地球上面 那海洋 那个吸碳能力 是有削弱的话呢 那是直接影响到我们 接着呢 就会是越来越多碳 是累积了在海洋以外 就是现在在说 就是可能在大气那里 就是说 那个地球的二氧化碳 累积就会更加严重 那一个很令人 就是另一个令人忧虑的观察 看到就是说 那个地球那个 很有效地 将那些碳去拿下来 那个碳循环的速度是慢了 其中慢了的地方 体验在哪里呢 就是海洋 将那个大气 陆地上的碳 拿下来 被海洋吸收了的能力 是有降低的现象 那这样东西呢 是跟那个全球暖化有关的 其中一样呢 就是说 嗯 其实呢 你如果呢 那个 就是 我用一个汽水的比喻 那些汽水呢 你放在冰箱上去冰 那些汽水没有走得那么快 但是如果那罐汽水你不冰 就这样放在那裡 你打开了那个盖子 那些汽水走得快很多 那那些汽水里面的汽水是什么呢 是二氧化碳来的嘛 其实只是水 它可以溶解二氧化碳的能力 是随着那个水的温度是有不同的 你的水冷一点呢 你的水本身能够去存着二氧化碳能力都高一点的 所以这里你很容易解释到就是说 地球越来越暖 那些海水越来越暖 那海洋吸碳的能力就低了 那现在我们看到一个的变化呢 就在那里看到 而且那个温度是挺敏感的的 就是挺容易你看到少少的温度变化 就是影响到吸碳能力是挺多的 那这样就是一个比较令人忧虑的趋势 其实这个是不是一个feedback system来的 最后也是 你说feedback system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那个海洋它本身暖了 吸碳能力低了 多了碳上去大气那里 多了碳在大气那里怎么样 温室效应更加热 更加热又怎么样 就再削弱多些那个海洋的吸碳能力 所以就是一个恶性的正面巡 就是恶性的正循环来的 这个应该是正反轨的系统来的 是啊是啊是啊 但是去一个不利于人类生存的方向 是啊 那我们在那个能源方面 就是有没有方法去扭转那个温室效应 这就真的跟时间竞赛 跟人类那个气候变化 和人类活动竞赛 那今年也都看到一个比较大的趋势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建立更加多绿色能源 我们在今年也提过的 太阳能似乎就是那个非常成熟了 就是现在说在未来的 去到五年的时间 可能你会看到很多的发达国家 它那个用太阳能发电就突然之间 只是占了国家能源消耗的几个百分比 就一下子跳到十几百分比 甚至二十百分比 那看来好像很少的数字 但是倍数就会翻得很厉害了 而同时间呢 就是对于很多国家来说 这里特别只去到中国大陆 他们就会是用那个核能 来去取代更加多传统的化石燃料 那在这里呢 就希望可以把炭排放 都很难及时的了 但是重速地去把它压低 嗯 那在那个能源的选择方面 现在我们有多了多少种可以提供 实际上说 例如车或者其他的交通工具 那 其实我们就没有说在今年多了什么突然的选择 不过有一个可以很轻轻一提 就是都是一些旧的能源 但是我们没有想过 原来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获取得更加多 就是说轻的能源 说轻能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说 收集太阳能拿去一些电 然后将一些水电解 来拿到氢气和氧气出来 然后将氢气就可以贯注到其他的车那里去燃烧 烧的时候你烧氢就出水了 所以是一个很稠淨的能源 就不会有二氧化碳走出来 那其中一个关键就是 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很便宜地拿到一些氢气出来 由太阳能拿下来 那你的投资成本就是那些太阳能的发电 那些这样的电池 原来很有趣 我们在今年的某 今年好像年中到的时候 我们有一次科学生之提过 就是我们原来发觉地球上面 地壳下面隕藏在天然气 那些这样的气井里面 其实有很多氢气在里面 我们一直以为里面就是甲圆 那些月圆 那些气态的那些炭氢化合物 但其实同时间应该就有很多氢气在里面 而那些氢气是不需要就这样有得去流走了 我们可以把它就当是化石燃料那样开采 然后拿去用的 那现在讲的氢气的运藏量 可能一些都不少 但是你开发了运藏量之后 怎样去有效地去开采 而且做得比较稠淨的话 那如果在这里有突破的话 那我们都可以叫做有一些多些的传统的旧方法 来拿到一些稠淨的能源回来去用 那如果我们有氢气可以做什么的能源? 其实这件事都不用问了 是我们现在用着想着是拿来烧的东西 总之是拿去 譬如你全部是要烧煤、石油、烧天然气那些东西 全部改了去烧氢 那你要做个改变就是那个内燃机的设计要不同了 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技术上有个忧虑在这里 因为它的爆炸会更强 但是其实说真的 现在我们讲的火箭发射这些东西 其实都大量已经是有很多很成熟的 消氢气的这些引擎在这里去运作 那怎样把它变成为一个可以在车里用的呢? 还有怎样克服去烧氢气的时候 产生一些我们意想不到不干净的气体 令燃烧更加稠淨呢? 那既然 烧氢气的这些交通工具已经是技术成熟 就算在香港也不是说试验性质 真的会有越来越多轻能的这些车走出来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认为你开采到氢气 然后立刻拿来去用在交通工具一般那里去用 就不需要怎么等的了 其实就 你简单说是维杰不远 就是说现在不是进油的 是有氢气的 是的 就是你去到那个石油气站那里 你进的不是石油气 就是有些是专门是要进氢气的 那会出现 OK 好 我们这集结束我们下集就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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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